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 我是羽 这支影片很特别 因为是羽第一次在日本一格轮自由行 虽然只有半天 但也是很有趣的体验哦 早上我跟伙伴 大家们前往本能寺 大家知道知田姓爪吗? 他活跃于日本战国时代以及安土陶山时代 当时知田姓爪掌握日本政治局势的领导人 毁搬了名义上管制日本将近200多年的四丁幕府 本能寺是在日本京都市上京区的一所佛教寺庙 寺庙最有名的原因是因为大正十年6月2号 本能寺成为了一个悲剧的舞台 尽常在这里被他的早期知识者明治光秀十集 最终在夜晚的火灾中死亡 这场事件被称为本能寺之变 销毁的本能寺 之后由成为天下人的封城秀吉夏令重建 今天看到的所在之处 斯丁玉池位子也是现在的本能寺 本能寺境内除了本堂以外 还有大宝殿保物馆 收藏并展示信藏相关物品以及各种宝物 本能寺是如此悠久的历史 经历了不少时光一直到现在 从寺院出来拿着Dyson的吸尘器 而不是长刀的僧侣 历史缓络间被叫醒回来 因为有部分伙伴买的是一日券环球影城 而我跟另外一个友人买的是1.5日券 另外一个友人已经先前往环球影城 接下来是雨的半天独自旅游 我准备前往京都的厨房支撑的井市场 从本能寺到井市场的距离只要1公里 大约走路10到15分 井市场位于日本京都 是一个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市场 早期是以鱼市场为主 现今市场已出售新鲜的海鲜、蔬果、食品、手工艺品和纪念品 走在井市场内 两旁淋漓着各式各样的商店 上方经常出现的红黄绿三色狗狼 已经成为井市场的标志 如果是下雨天也可以悠闲的散步哦 井市场发展的另一个原因 是它位于人口众多的城市中心 到期方便运送到皇宫 沿路看的游客手上红着炭烤串 看起来好好吃 沿了一个鰻鱼串跟扇贝串 烤肉的酱很浓厚 后来又看到干贝串 老板娘是直接用烹火火烤干贝串 没太多的鲜甜味 吃起来QQ软软的 还有海鲜摊饭 但太多人排队就没有住足太久 总之 井市场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气氛 美食体验的景点 接下来从井市场前往环球影城 买1.5日的其中0.5天是下午3点开放路员 先到京都车站领取行李 行李置物费用 凶的是500日元 大的是700日元 使用IQQ卡就可以付款 从井市场到京都车站的过程 遇到了一些小插曲 因为时间有点赶 我要前往四条站搭地铁 到达地下道 就直接刷IC卡闯进了月台 发现这个月台到站点没有往近度车站的位置 但因为已经刷了卡 走出去好像也不太行 而且又是小月台 没有服务人员可以询问 我很紧张 查着网路上看能不能有方法 从这个月台前往京都车站 结果怎么查都没有办法 当下很想哭 结果转身 就看到一个长发飘逸的日本漂亮姐姐 看起来不像是在赶路的样子 询问她后 发现真的自己走错了月台 后来她帮我按旁边一台机器的按钮 搞出了一个视讯萤幕 画面上出现一位穿着正式西装的服务员 漂亮姐姐帮我跟服务员讲述了原因 对应完后 用匕首画脚跟我用简单的英文 告诉我要直接通过就可以了 后来还很贴心的告诉我怎么走 要搭往京都的月台位置 我真的是无比的感恩 接下来的路上 我从京都车站到西九条站 再从西九条站到阴岛 都是先跟人问过后 才敢上车 或者是刷月台的卡 我的饭店是位在阴岛站 是还蛮推荐大家来阴岛站的附近饭店住的 因为阴岛站到环球只要一站 过去跟回来的路上 人数不会太多太急 因为我对景视场很有兴趣 所以我跟朋友是选择分开行动 我终于到了 我原本以为可能会迟到 结果没有 还好很快就到了 而且从大阪到櫻岛 因为我们是在櫻岛这边的饭店 中间还有转大西九条 遇到很多的日本人 那些日本人都很好 我都会这样子 我就给他们看说 我的截图说我要去哪个地方 就看说大概知道我们是要去哪里 就会跟我们比说 这个车站是可以直接搭乘 还好一切都很顺利的到了 下次再等小鱼 大家先一找到饭店这边 愜意的泡温泉 听她说还蛮推荐这边的温泉 泡汤只要一千日元 来附卸妆乳跟保养液 还有个发呆亭 可以让你好好享受宁静的时光 如果是选择1.5日的小伙伴 在0.5天这天早上 不知道要做什么时 其实也可以先来饭店这边享受一番 整理了一下行李和伙伴休息聊天后 我们大概是下午4点进入环球影城 那一天是在3月7号 我们先前往必去的阿利波特禁忌之旅 排队的时间就耗掉了3小时 不过因为排队跟朋友聊天 时间是感觉很快就过去的 所以一起排队的人是蛮重要 阿利波特禁忌之旅 觉得很刺激也很恐怖 因为我不太喜欢刺激 后面会有死死图在你面前摇摆 我跟友人玩完后 都觉得有点小晕 朋友还说他要缓和个5分钟 其余的游戏设施也都关闭 我们只好在阿利波特里面玩魔法 谁知道第一个魔法就透露我们的麻瓜体 当我们大声念咒语 反复似了好几次的示范 好不容易施展出了魔法 后面的好几个 不知道是高中还是大学生的日本男孩 也为我们一起欢呼喝彩 结果才知道 我们之所以会成功施展魔法 是因为这些可爱日本男孩的小贴心 在我们后面偷偷施展魔法 让我们感到又气又好笑 而且才知道说 施展魔法是根本不要念咒语 当下觉得超级羞耻 还有看到爸爸带着小孩学魔法的 有些魔法很容易操作成功 有些我可能因为手势的关系 比较没什么反应 整个半天时间我们只有玩一个设施 要学习四个魔法 大概是八点的时间离开园区 那时候才惊觉自己的肚子有点饿了 我们到Lowson买了饭团 小小的吃起来很刚好 对了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魔杖带回台湾后 有打算出租给别人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说 可以在留言底下帮我留言 足置旅游的半天 几乎都是在赶车前往环球的部分 而今天最有趣的是 遇到了很多好心的日本人 不管是指引路的 或者是在环球影城帮我们施展魔法的 还是有彼此魔法施展成功欢呼的 都感受到满满的人情味 环球影城半天玩的不多 主要是遇到环球影城有个学生方案的活动 在这两天暴多了 因为逛过园区 熟悉路线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隔天的3月8号一日游玩 玩到非常多的设施 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开我的影片看看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咯 给我个支持 谢谢